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上次 空中大學的公民社會 空中大學的公民社會 今天是第三次面授 第三次面授 上次我們是因為期中考關係 所以把這期中考的範圍給講完 期中考範圍就是 180頁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第181頁開始 從第181頁開始 我們看185頁 185頁講到社區大學 那社區大學它本身就肩負著 那個課程的內容 要跟在地的文化相結合 課程的內容 要跟在地的文化相結合 這社區大學就肩負著這樣一個任務 比方說像淡水的社區大學 像新北市淡水區的淡水社區大學 它就肩負著把這淡水的在地文化傳承下去 有這個英國啦 西班牙人的這個貿易或者是殖民的歷史 就把這個在地的文化過去過往歷史傳承下去 然後要再比方說這台北市的這個大同區的這個大同社區大學 它就有那個深刻的這大道成的那個大道成的文化 那就課程的內容就要跟在地的大道成相結合 那可是現在比較吊詭的地方就是有些社區大學的課程 跟在地文化無關 比方說理財課程 這個理財課程明顯的就跟著在地文化無關 但是卻常見於每個社區大學 每個社區大學都有這個理財課程 那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這個社區大學也要身材有道 這個也要一些學費經費等等才能開辦下去 那往往這個社區大學 經統計社區大學有兩類課 有兩類課是比較熱門 第一類課程第一類課程就是帶著學員出去走走 然後第二個熱門的課程就是理財課程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這些理財老師下課以後很多學員都包圍著他 那包圍著他幹嘛問名牌 問那哪支股票好哪支股票會漲 就這樣問名牌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社區大學有些課程真的充滿了吊詭現象 明明跟在地文化無關 但卻課程卻開得成 就是因為這個社區大學這個畢竟要養家活口 必須要繼續維持下去 而理財課程是個很熱門的課程 那所支應的學費可以支持社區大學繼續開辦下去 這個是不得不難的 這不得已的這個必要之二 必要之二啦 好看186頁 那186頁提到企業有其社會責任 那企業不再只是在這個私人領域中 當中基金營營於利潤而已 那企業應該將本身視為公民身份 貢獻社會關懷弱勢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這是第186頁內容 第186頁的內容 企業有其社會責任 CSR就是CSR 那企業不再只是在私人領域當中 基金營營於利潤而已 那企業應該將它本身視為這個公民身份 貢獻社會關懷弱勢 那過去由這個第三部門 我們看187頁 我們看187頁 那過去由第三部門或是 或是社會運動者所提倡這個議題 也是這個企業可以承擔的 這樣一個企業公民活動 我們看188頁 188頁 非多數機構 那非多數機構的治理模式 是指以保障公共利益為目標 但不採用傳統隨之性成績體系 而履行管制職人或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形式 看189頁 那189頁他提到說 獨立管制機關、獨立委員會等各種的組織形式出現 在這裡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關於行政法 關於行政法對於獨立機關的這個定義 那在座各位你想要考公務員的話 這行政法是一定會考的 所以在這邊你就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獨立機關 在我們台灣法律民文規定的獨立機關有以下 第一個是公平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然後第二個是 中選會 中央選舉罷免委員會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委員會 簡稱中選會 然後第三個就是NCC 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然後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 轉型正義委員會 轉型正義委員會 我們有四個 四個委員會 四個獨立機關 以委員會行事 以委員會行事 那獨立機關在行政法 它的定義是什麼 它在行政法定義就是 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外部機關干擾 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外部機關干擾 這樣一個機關 叫做獨立機關 這些上述這些獨立機關 它就獨立的行使職權 不受外部干擾 好看 回頭看 回頭看 189頁 189頁 他說獨立委員會 它這個 是以管制的政策為主 管制政策為主 非多數機構的決策成員 專業人員 以及學者專家 都有著這個專業人員 以及學者專家 公民社會組織的代表 可以得 得應超過一定的比例 而弱勢管制或服務社會弱勢族群的非多數機構 它這個也應該要佔這個裡面內部的人員 決策成員及常任文官 也應該要佔一定的比例 來增加它的消極代表性 好那談到消極代表性 那一定要提一下 什麼叫積極代表性 什麼是積極代表性 好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消極代表性 所謂的消極代表性就是 這文官的組成 文官的組成的 這個成分成員的比例成員 要跟這個社會大眾要一樣 這叫做消極代表性 所謂消極代表性就是 文官的組成 要跟社會大眾一樣 這個叫做消極代表性 那什麼是積極代表性 所謂的積極代表性就是說 這個文官的組成 不只是要跟社會大眾一樣 還要求什麼 要求文官必須反映社會大眾的意見 文官必須反映社會大眾的意見 再講一遍 積極代表性是指 這個文官的組成不只是 不只是要跟社會大眾相同 而且要求文官必須反映社會大眾的意見 這就是積極代表性 191頁 過去決策參與 較傾向精英式決策 由下而上的民眾的決策參與 那就符合這個透明性的政策潮流 建立這個透明政府 建立一個透明政府 那191頁 191頁 這個參與預算 參與私預算 那什麼是參與私預算 我們舉台灣 舉最近台灣的做例子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 自己的預算自己決定 自己的預算自己決定 比方說像我們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工程分配款 台灣的工程分配款 那以往的台灣的工程分配款 都是議員 議員自己口袋的東西 議員自己口袋的東西 那議員就隨著議員的這個意志 隨著議員的這個自由意志來去運用 那可是畢竟這個這個工程分配款 畢竟是造福這個社會社區 地區當地老百姓 所以就開辦 就開始事辦 現在已經開始實行 就是對於某些地區 對某些地區做這個參與私預算 參與私預算審議 也就是由當地的居民 也就是由當地居民 自己來決定工程分配款怎麼用 自己由當地的居民來決定 這個工程分配款怎麼用 這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參與私預算的這個 參與私預算的這個實踐 參與私預算的實踐 那回到191頁 那這個參與私預算 它是一個基層民主政治的最佳實現 那有誰比我們更了解社區的需求 但是我們社區在地民眾 那在這個公開會議過程當中 那社區成員也可以討論說 這個當地的需求與發展建議 來建構一套這個 來建立一套那個一個機制說 要如何運用 要如何利用這個預算 我們看195頁 我們看195頁 195頁的關鍵詞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這個常出現 這個稍微記一下 非政府組織 NGO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也常出現 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也稍微記一下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 參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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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是預算 參與是預算 以上這是這個關鍵詞彙的這個猜題 我們看196頁 196頁 自我評量題目 我們看這第二題 第二題 是從對政府服務的影響解言 與第三部門發展 社區大學等觀點論述 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之關係 這個題目很大 這個題目很大 為什麼 光是叫你寫第三部門的定義 社區大學的定義 還有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跟公民社會組織的定義 就讓你寫到手斷掉 寫到手斷掉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 其實換到這種題目的話 你可以大題小做 大題小做 也就是說你可以簡單論述一下 簡單寫一下 關於第三部門定義 社區大學定義 還有 等等定義 就簡單寫一下 簡單寫一下 然後最重點就是 這幾項 這幾項的這個關聯 你要明確的寫清楚 明確關 這些 這些彼此之間的關聯 你要寫清楚 這是答題的這個技巧之一 好 我們看205頁 205頁 公民社會與媒體的關係為何 市民社會 也可以被翻譯為公民社會 他們代表的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 那一個社會普遍存在由民間自主成立各類社團時 便符合市民社會的定義 那市民社會大約誕生在這個18世紀初期的英國 那當時英國出現各種自願性社團 那市民社會的特色 市民社會特色是自主性民間社團的興起 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 那個體的權利獲得重視與保障 那尤其是結社的權利 當民間團體可以一起協商討論妥協 以求得符合公共利益的這個時候 才具備公民社會的意涵 那健全的公民社會需要有一個 介於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 一個介於正式組織跟非正式面對面審議的公共空間 那德國學者哈伯瑪斯稱之為公共領域 稱之為公共領域 那在公共領域中 過去城邦時期的面對面政治傳播 轉變為經由媒體中介的政治傳播 那公民透過傳播媒體參與審議式民主 你看審議式民主又出現了 審議式民主又出現了 那自律的媒體系統呢 那自律的媒體系統 自律的媒體系統它幹什麼角色 自律的媒體系統它必須獨立 它必須獨立 不受政治或商業力量所左右 那公民社會裡的這一般的樂聽大眾 才有權利及管道 充分取得並了解政治精英的論述 所以啊 你從這一點可以 可以想到什麼 公民社會是光譜的一端 那政府呢是光譜的另外一端 那公民社會有時候有些 公民社會有時候有些意見 必須要反映給這個政府 那但是有時候公民社會 可能力量不夠 或是等等之類的 沒辦法讓公民社會的聲音 讓政府聽到 那這時候媒體 就扮演了很重要的橋樑角色 他就扮演很重要的橋樑角色 他就負責把公民社會的論述 媒體負責把公民社會的論述 來傳達給社會大眾 或是政府機關等等 來形成這個 來形成民意 形成力量 那所以這時候媒體很重要 媒體要自律 就不受商業或政治力量所左右 也就是這個新聞媒體獨立 不受這個 不受這個商業力量或是政治力量所左右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萬一他一般被商業力量所左右 或是被政治力量所左右 這個媒體就不能稱之為新聞媒體 只能稱之為財團的傳聲筒 或是政府意志的傳聲筒 這就不是所謂的新聞媒體 頂多只是個傳聲筒而已 我們看206頁 那不同政治理論下的媒體角色 第一個是代議制 代議制的自由主義理論 那代議制他認為 代議制的自由主義理論模式 他認為說 一般公眾 對於這政治沒有興趣 也沒有人力參與 因此由選舉產生的代議式 來代替一般民眾 來行使政策制定等權利 因而也被認為是一種 精英式的民主政治 那在這個模式下的公共領域 一般公眾只有有限的參與 而且多半是間接式的參與 這以上就是關於代議制的自由主義理論 那看207頁 207頁他說 在此模式下 在此模式下 在政策決定政策之前 那針對某項議題 公共領域應該充滿各種論述 那一旦達成了決議 媒體就將關注點 轉向於這個 懸惡未決的其他議題上 那再來是207頁 參與式的自由主義理論 參與式的自由主義理論 那這個模式強調 應該讓公民盡可能參與 會影響其生活的公共政 公共決策 也因為對於代議制度的不信任 那特別強調公民直接參與 特別強調公民直接參與 那相信在公民直接參與 及公共審議的過程中 公民就會培養出 為公共議題下決策的能力 也會浮現出多數公民的偏好 那也就是說 經由公共參與 可以讓公眾更了解公共議題 經由公共參與 也能夠讓公眾做出失缺的決策 好 那207頁 207頁 論述式的理論 論述就很重要 這論述這兩個字 好 論述這兩個字 常常出現在這個 我們這個 公共政策說服 公共政策說服 公共政策思考跟說服 思考跟說服 最常出現這論述兩個字 那什麼是論述式的理論模式 論述式的理論模式 是一種提倡公共參與 那也相信參與的過程 會讓這個論述越變越明 越變越明 那有助於這個制定政策 那公眾參與的審議過程 就是這個模式的核心價值 民主的審議過程 重於一切 這就是論述 也就是在不斷的辯論 不斷的辯論當中 論述當中 越變越明 有助於制定政策 但是啊 有些 有些地方 的確不太適合這個政策論述 比方說像在台灣啊 在台灣 關於這個同性婚姻 關於同性婚姻 一些 一些人 一些年 我們一些年輕人 我們一些年輕人 或者我的同輩們 都去那個 都去那個鄉下 都去鄉下說服這些阿伯們 跟阿伯們介紹 或是說服關於同性婚姻的事情 就你知道阿伯 這叫阿伯阿伯 怎麼說 他們說 論述 我聽不懂啦 但是喔 那個 某某黨的喔 某某黨的喔 隔壁家有人死掉的話 都會趕快 來拈鄉阿 致意阿等等阿 他不像你們 你們只會跟我講論述 也沒有跟我來拈鄉 那是要跟你們聊什麼 就會發現到 就會發生到以上狀況 也就是說 對於有些社會的社會民眾 社會群體 他們對於這個論述 對於論述這種東西 接受度不高 反而對於這種那個 人間世故阿 人間世故的一些禮俗阿 一些往來阿 看得很重 阿在這種狀況下 這個去做這個論述 去做這個論述 就有它的難處喔 這就是實務上 碰到這個論述的這個難題阿 論述上的難題阿 那要怎麼解決 那所以我就跟這個 跟這些年輕朋友 會跟我同輩們 我都是這樣建議 我都這樣建議 我跟他講說 你對於農宿下阿桑阿伯 你對農宿下阿桑阿伯 不要第一時間去做論述 你要去深切的接近他 看他需要什麼 然後適時的幫他一把 比方說 我有個同事啊 他就去那個 幹馬獎 去幹馬獎 雜貨店 跟那個店主 去做這個論述 阿但是 沒有沒有第一時間去做論述 而是這幹馬獎主人 因為他腰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拿 拿那個很高的很高的那個 很高的東西 很高的東西 阿我那個同事身材很高 阿剛好就順手幫他把東西拿了下來 順手幫他拿把東西拿下來 然後這個幹馬獎的阿伯阿 就覺得說 這個年輕人蠻熱心的幫他拿東西辦東西 然後也就比較願意敞開心胸 比較願意敞開心胸跟這個 我們這些年輕人 跟我這些年輕人聊天 那在聊天過程中 那我們的同事也就順便講出他的政策論述 來說服這個老人家 這就是政策論述的說服方法 先跟對方 先跟這個目標授體 打好關係做好朋友 你才去做論述 跟你一個毫無關係的人去做論述的話 絕對會被這個 絕對會被那個 被吃這個閉門羹 這也是一個公共溝通 這也是公共溝通的一個技巧 好看2081 這時候要讓這個公共領域發揮功效 要同時納入來自邊緣民眾的聲音 邊緣民眾聲音也要納進去 尤其是這個草根團體 草根團體 那記者的 那記者的首要之務就是促進公共審議 讓這個理性批判的民意出現 在不斷的審議過程中 對某項議題或公共政策漸漸形成共識 然後這個公司是為了要符合公共利益 208頁 建構式的理論 建構式的理論就是 熔入跟包容 熔入跟包容 是這個模式的核心價值 因此啊 這個模式也被認為是這個認同政治 或是身份政治的理論模式 公共領域的參與者越多元 公共領域的參與者越多元 那這個社會的選擇可憐性 也就越廣越多了 好 209頁 那媒體呢 就挖出並傾聽這個社會上沒有權利者的聲音 就是要多元啦 就是多元 就是盡量把這個社會上一些 團 一些我們看不到的團體啊 把他們挖掘出來 然後聆聽他們的論述 讓更多 讓更多元的聲音能夠 被很多人聽見 這就是多元 這是多元主義的 也是一種多元主義的這樣一個體現 好了 也是209頁 關於葛蘭姆西 公民社會概念 那葛蘭姆西他認為公民社會包含所有的社會互動 不僅只於經濟領域 還包括文化體制 尤其是教堂 學校啊等等 那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也會透過這些文化體制 對這功能階級進行這個霸權壓制 那葛蘭姆西的霸權理論呢 他的另一個特色 他是強調什麼 強調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區分開來 那文化共識啊 文化共識對這國家統治相當重要 所以啊 執政者才會想辦法 將權力滲透到各民間團體中 或是公民社會中 那不過的這葛蘭姆西啊 這個作者就提出 這我們的課本的作者又提出批評啊 他說 不過葛蘭姆西的霸權理論也有矛盾之處 他雖然承認國家政治控制的存在 但同時也指出當代先進資本主義共識的達成 不能只靠高壓 不能只靠高壓手段 那任何政治霸權 任何政治霸權 通常也是經過文化及社會 文化及意識形態的不斷抗爭與妥協而達成的啦 那葛蘭姆西的文化霸權 他也蕴含著一套對著意識形態的這樣個理解 那對他而言 那意識形態的討論 無關是真是假 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這個意見 或是信仰體系 而是一種怎麼樣 而是一種不斷抗爭 不斷抗爭的這樣過程 那文化霸權的經意在於什麼 統治階級為了鞏固他的這個霸權統治 來從事這意識形態的抗爭 那在這個抗爭的過程中 為了使社會大眾 為了讓社會大多階層 來接受某一套有利的這個霸權階級的意識形態 那統治者呢 一方面要透過這公民社會來散布既有的統治意識形態 那另一方面也要不斷的抗爭的妥協等等 那在格蘭姆西的理論當中 那媒體 媒體很重要 媒體又出現了 媒體扮演的傳遞文化霸權的重要角色之一 那媒體傳遞主流的文化價值 來維繫這個霸權者的這個意識形態 那就是以上的就是關於這個格蘭姆西的這個介紹 好 好 那我們 ok 因為現在時間也是到了30分鐘 那剛好是一個人的學習力的這個 學習力的這樣一個一個極限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 謝謝